今年一头小牛犊的价格比去年便宜了一半 像那种四五百斤的一头差了四五千 除了那种放养的一根笋子的人 有钱赚 估计这种全养的都亏钱 像我们也一样 就男里的这种小牛犊 去年买一头的价格 今年可以买两头了 养了四年 今年是出兰牛犊最多的时候 上半年出兰了五十多图 现在兰里还有三十多图 可以出兰的小牛犊 但是谁都没想到 这个航行这么差 保守估计 今年亏损 三十个大不了 一排宝马车就没了 像现在这种航行 兰这种繁育母牛卖牛犊 就行不通了 只能求变了 自己自繁自养自消 开始卖肉 没办法 都是被逼的 被行情逼上的量删 如果明年还是这样 全部靠卖牛犊的话 估计难得完了 只能改变了 你们说这种自繁的牛犊也不差 成本控制也还可以 但是怎么会亏钱 真的搞不懂 问题到底是处在哪里 都是眼泪